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战略专家 林廷辉 大家好 好 那对整个国人来讲的话 那柯文哲处于这个案子 如果照黄埔昌总照的说法的话 两个月 好 那是不是北剑一定会起诉柯文哲 但是如果起诉用什么一些罪名呢 那北剑现在频繁的在提训 包括像陈基金一提提了这么久 到底要问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内容呢 但整件事情我讲 当柯文哲如果要积压两个月 会是一个非常决定性关键的时间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日子 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 创下第一个 陈培许要退休了 OK 好 陈培许退休 那这几天也一直不但媒体上合讲说 那北剑会不会也传他来问 是不是要问金流一些相关的问题 但如果讲到金流 今天有另外一则报道讲说 那包括国际金融情报中心 是不是也介入你来一起要查 柯文哲答案子要查什么呢 今天呢 陈培许退休了 退休之后 如果他假扮已经清风徐徐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去看房子 你现在不适合 现在哪有心情看房子啊 但是呢你吃饱 假扮饮饮 对不对 你还是有地方可以去的 因为现在就说北剑 到底会不会早晨被齐 在八月三十号之后 再找他进去 好好的谈一谈 那为什么要好好谈一谈呢 首先现在就是图例的事情 已经从三九二 为什么变五六零 开始去把他就巩固起来 甚至于把其他的案子中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都在那边做巩固了 那另外一个还是最重要金流嘛 那金流里面呢 现在呢 虚拟货币也有专属的检察官 这么在查了 然后呢你陈培琦 非常奇特的ATM转账或零贵转账 那么多的钱也被讨论 然后审信金的公关费 靠散费 大家也在追查 然后在追查过程中呢 是不是查出什么眉目了 还是说有些状况 因为昨天很特殊 其实你看有个惯例嘛 应小为之后就是彭震生 彭震生之后就是 省信金 然后完了以后一定会提训科文哲 提训科文哲 所以又提训科文哲 可是上市科文哲是每次被提训越来越长 所以上市六点五小时 那昨天呢 二点五小时 很快快问快答 对 那快问快答是什么 很多事情可能在科文哲这边 该问的 然后你会怎么讲的 都已经很清楚了 那剩下一个还是金流的问题 那金流的问题 问科文哲 能够问出答案吗 当然不出来 问不出来 那谁最能够问得出来 佩琪嘛 所以佩琪有什么时候会去北检 那边走一走 现在大家在关切 但在这个查整个金流里面呢 你会发现说 越查 看完整个轮廓 是越来越 把它弄得是越来越深了 因为今天传出来是 法务部的国家金融情报中心 也已经介入调查了 过去的时候 他其实是跟爱格蒙主持 是有合作的 然后是有情报交换的 那里面有情报交换 主要就是说国际金融的打击 然后是根据洗钱罚证法 不断的往上伸出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在二零二二年的时候 我们呢 因为跟国际合作 我们这个情报和接轨 我们共同跟国际上 一起参与了调查 俄罗斯被制裁 俄罗斯的一个金流 这里面呢 当时他们的那个检查负责人 有出来做集合会 你会包含了什么 高度利民性的 这样的一个金流 国际上的金流 是互相通报的 因为那时候俄罗斯被制裁 对 但大家一直不懂 就俄罗斯被制裁 但是还能挺这么久 包括那时候还记得吗 那时候俄罗斯一被制裁的时候 包括他的银行 他那个包括俄罗斯 那个震荡之大 大家讲说 那为什么俄罗斯还是挺得过来 这一定有人挺嘛 所以包括这些 你说包括我们的国际金融中心 包括跟国际之间 就合作说 到底是谁 那时候我记得还查了一大段 包括他们在外面的很多的 什么富豪啦 什么什么 全部都查 那后面也查到了 是包含中国有私家银行 也被点名 对 所以他们这一查 是什么針对 第一个 这些情报交换 彼此之间交换什么 高度利民性的 金流的往来 还有高度利民的 有这个名字不确定 但是引力身份的 再过来呢 境外交易的金额和比数 返常 量多或返常的 也会互相交流 然后再过来是去中心化的 这个金流组织 以及去中心化的国际相关的洗钱组织的合作 那这个是都什么 就是如果现在有境外洗钱 那我们已经跟国际 从爱格蒙到现在为止 建构了这样一个关系 是不是到时候也请他们去查清楚 因为现在的洗钱已经不是实体金流嘛 也不是在台湾内部里面转来转去 连这样子一个跟爱格蒙合作 然后当我们到爱格蒙 我们最熟的时候就从海小七开始了 讲到爱格蒙就想到阿扁那时候 阿扁的时候嘛 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是可以跟国际的金融防治 洗钱防治做紧密的 而且是非常畅动的情报交流 OK 如果这样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想象 最近为什么这几天 包括沈静晶的一些 在海外的一些 在海外的一些 包括好 不管去澳门的啦 所有这些都好 这些如果你把 刚才讲国际金融防治中心 然后包括沈静晶最近很多的钱 在那边大家在讨论 包括澳门的钱很多的钱 包括检方最近提讯非常频繁 而且沈静晶一提讯提讯蛮久的 那整个问到底要问什么 因为一般来讲 东豪长期跑过司法线 像我们律师律见都知道 你一定是第一次要去律见的时候 或第一次第二次 你的时间会比较长 因为你有很多东西要问 不是你要我去律见了三次 四次五次 没有这么多东西要问啊 那除非就中间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嘛 那为什么沈静晶这次要问这么久 因为沈静晶才是核心啦 我们在看这个金融城这个案子 他到底未来是用土地罪起诉 还是用收受贿赂起诉 你要从柯文哲这边去清不容易 所以一定是看沈静晶 因为沈静晶那边才有金流 然后他目前从中工 从中石化提顶洗出来的资金也够大 那问题是这个分析比较 要花时间 那如果是经过海外的时候 就需要国际洗钱组织的协助 那这个协助不会那么快 你不要想象他可以一两个礼拜之内 就告诉台湾你要的情报不行 他绝对没有那么快 我们有两个 我们参加两个国际洗钱组织 一个是艾格蒙 1997还是98年的时候加入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然后另外一个是亚太洗钱组织 那最重要的是艾格蒙 我先讲一下艾格蒙那个时候 扁干扁干的那个关系 艾格蒙一共给了台湾 跟那个调查局那时候叫洗钱防治中心 现在就要做洗钱防治处 对 我都给了两次的洗钱报告 第一次是在2006年 第二次是在2008年 2006年的时候是为什么 红三军的时候 扁家有一笔是吴淑貞用他哥哥名字 开设的一个投资公司 有一个资金异动 那个被第一次通报 第二次通报的是黄瑞敬 汇了一笔一千万美金 到陈志中的两个海外投资公司 那那个报告 传到台湾的时间是2008年的1月 也就是说那个其实2008年的5月就交结了 那时候是三月选 那个时间还是三月选 然后5月交结 那两个报告都是由调查局局长 耶神茂夫就直接交给了这个陈水扁 对 然后报告上去以后就没收了 那个时候 那个通报里面为什么会很敏感 因为是瑞士的洗钱组织 因为他们提出了这个报告 然后瑞士的政府部门吧 是银行还是什么 就受理 他们当时曾经对黄瑞敬跟陈志中分别要求说明 这一千万是什么 我印象中陈志中的说是礼金 结婚礼金 结婚礼金一千万美金 对 然后黄瑞敬的讲法好像是另外一个 我现在有点凭印象 因为当年的笔录都没有保留 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讲法是不一致 可是你知道吗 从2066年第一次到2008年的第二次 这中间隔了两年 所以国际洗钱组织的情报交换 或者你寻求协助他要一定的时间 以目前这个案子走到现在不到 以柯文哲积压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想国际情报交换的速度没那么快 所以要等 好那你国际情报交换要等 然后如果 现在也有因为 因为那个 沈天津曾经告他的司机恐恶取材 对 说背了几亿的港币 如果进了香港跟澳门的话 对我们来讲有困难 好 那我们都可以假设一个状况 如果是简单 如果这个钱就一直parking在中国港澳的话 那就不用查了 但是如果这笔钱 如果这几亿港币的钱 当然这个时间不一定是对到精华层 就是在清 省情人员个人金流的部分 这些钱如果不是parking在 中国香港澳门 比如说他到了 美国加拿大或其他地方 那就有机会 但是回过来还是那句话 这个要时间要等 因为人家要帮你清 然后他清的时候不是漫无地点 你台湾必须主动提供说 哪些人的账户 但是回过来还是那句话 这个要时间要等 因为人家要帮你清 然后他清的时候不是漫无地点 你台湾必须主动提供说 哪些人的账户 他的英文 尤其是英文是什么名字 或者如果是公司是什么名字 他必须很清楚的 人家才能帮你做国际合作 但是因为省情人 为什么这块会是重点 因为省情人的钱分流出去非常多支 他不是只有汇款而已 他有的部分是提现的 那这个都必须一次又一次问 讲一个笑话 但他也是某一种程度的事实 昨天新北地检署办了一个第三方支付的 那个乍七洗钱集团 他们一共洗了四百多亿 四百多亿新台并 查扣了一亿的现金资产 还有两个房子 昨天已经收押了二十个人 新北 像我的直觉 这个时候忽然间办到这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洗钱 洗钱组织 是巧合吗 还是在清国内的洗钱 为什么 因为这个洗钱集团很特别 他是2020年 四年前才开始洗 四年就洗了四百多亿 所以 人在江湖有时候有很多门门道道的 这个时候警方 警方的角色跟情报就会比较重要 好那回过来 你再看整个整个事情 你从不管是借题審计经 或借题柯文哲 或借题相关的人 你看得出来 多是在 你看这是检察官 让我们看到的部分 他还会没有 不让我们看的 不让我们知道的 他让我们知道的事情 实在在巩固进化层 的那个整个过程 就是从 从392 那个560 然后还有672 672 然后再到860 你看到那个所有约翰 就是这个让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巩固这个过程 但是东方 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媒体真的照媒体讲的 国际金融情报中心 介入到这里头来 然后要用到这些 那是不是像黄国昌讲的 你们就是陷入焦灼 你们就是金流这一块 就是找不到 到底有什么金流啊 那虽然他说两个月 那一定会起诉 如果照这个逻辑看 那你就只能用土力了 你找不到任何的一些金流了 土力就很重耶 土力就5年以上耶 你没有听到他们讲吗 没有金流放人 放放人 法官以后法官的事情啊 立委可以干预司法个案 立委可以指挥检察官办案 但是现在看起来 只有找到金流 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黄昌他们来讲 他们一直有讲 你找到金流 好像阿伯只有找到金流 才表示有任何一件事 其他只要没找到金流 但是如果感觉上 你们就是欠人于罪啊 欠人于罪是跟法官讲啊 这是以后到时候证据摊开来嘛 这个不是黄国昌讲的算 黄国昌他们应该 要帮柯文哲解释的是 金化成为什么一面打官司 一方面又要给人家 那么多农金率嘛 官司打赢的给了更多 善待老公共 六七二打赢 然后最后二十八四零 对啊 黄国昌应该解释的是这个吧 黄国昌当然 他可以讲很多啦 你要讲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这次在明显的在介入个案 那么讲一句话 回过来看陈水扁 博文也在场 当然讲这个会让博文很尴尬 陈水扁的表案发生的时候 民进党敢讲那么多话吗 敢吗 就司法上来讲 审判者是法官 检察官要起诉 柯文哲 能不能经得起法官的心证 柯文哲的律师够强 我跟你们常常讲一句话嘛 检察官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你要举证 举证是所在 败书所在 你举证的不好你就垮了嘛 你的起诉不好 起诉没有让社会大众觉得不能心服口服 政治当然会有后座力 不是起诉没有后座力 那在我们起诉书的写的大家一般 最简单 到时候一定有人做民调 有超过五成的人觉得还可以 那就是 就质疑检察官的人 到时候要面对政治上的反作用力啊 刚刚讲的那一段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讨论过说 其实各政党 应该都发生过就是政党那边很大咖 涉及到司法的问题 国民党那时候主席马英九 然后那时候也是 对那时候就是因为特别费的那些案子 我在插局啊 如果黄国昌的逻辑是对的 国民党要帮李素德喊冤 李素德被判九年了 没有金流 李素德被判九年的时候 我没有听 我印象中没有一个国民党的人 帮李素德讲过一句话 大巨蛋是马英九的政绩耶 国民党为什么要那么沉默 对李素德 你不是国民党应该要跳出来喊吗 李素德被政治破坏 被民进党政治破坏 被柯文哲政治破坏 那李素德的冤枉谁去喊啊 他没有金流耶 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就是当民党碰到阿扁总统 那个时候的案子的时候 就我们那时候在讲说 到底一个政党 要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主席 或是自己党里面最大咖 如果要是真的碰到 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整个政党要怎么样看待 司法件事 显然民众党现在的做法 大部分看起来 黄国昌他们就直接 看起来应该是说 现在政治迫害 政治追杀 然后所有这些 是不是都变成 然后彻翼的打手 所有这些 那未来 到底刚刚东豪讲的 包括司法怎么办 民众怎么做裁判 而这整个裁判的过程好 但一夫 现在看起来 找金流很重要 神进这些事情 大家现在都已经快 大家都已经快 快 我们每一次在节目里面 从当初统计学 大家都学会了 宪法学前一阵子 大家也学会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一阵子是学了都市计划法 大家也学得差不多了 然后接下来 大家前一阵子都知道 原来澳门那些土壤 原来是这样子一些吧 可是真的钱可以这样 带来带去的吗 我们又不是海关不设防的感觉 神进这些可以这样带来带 他带一次 不是有一次被拦下来 快一百万 九十几万港币 一点小钱 不知道 原来不能带 三四百万台币 一点小钱 十几杯的比较多 好几个亿 所以那个叫小钱 是是是 所以现在神进这些钱 到底怎么来怎么去 对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影响 当然你看 那一个第三度约谈林中明 嗯 其实林中明的阶段是 392到560 还有那个允建版 允建楼梯板面积 120 284.39 我都背的好手 那个为什么会不见的 等等的一个问题嘛 那你这一段 你到底要找林中明三次什么 如果你只是要证实说 柯文哲在 392到560 就已经有介入或怎么样 一次就问完了嘛 一而再再而三 而且最巧的是 第三次约谈的同时 就爆出了 沈静津司机的那个救案 嗯 同一个时间爆出来 那 沈静津的司机是2013年到2016年6月 担任他的司机 对 帮他背钱 啊 这个时间点 就尴尬 嗯 因为2013年的时候 是好农兵坚持392不放 嗯 那2014年12月以后 就是柯文哲执政 而金华城一直向柯文哲 陳情560的阶段 嗯 一直在陳情560 那刚好这一段时间 又有背了一堆钱到澳门 嗯 那最简单 你检察官怎么把这两件事去做想像 嗯 因为检察官不一定直接有证据 当然 他一定是先 有时候是怀疑 这两个是不是有相关关系去查嘛 那好几个亿 然后又在560 争取560的阶段 然后呢 2016年1月又冒出一个 刘德勋的纠正案 嗯 然后林忠明林青龙呢 坚持不放行 那一个阶段就卡在那个阶段 然后突然 带了一堆钱出去 嗯 那你说检察官要如何想像 这这两件事如何想像 时间点充电 就算我们来讲的北市科 啊吴欣怡在星光人寿等等等等 啊在进度怎么样 那个时间充电是不是 啊对 他两个时间头并在一起的时候 检察官要去厘清说 这中间是否有关联性 嗯 那你哎 今天是如果说 呃 就像被查扣的啊 司机说我只带了九十几万了 我可能检察官 可能连查都不想查 嗯 九十几万的不想查 几个亿耶 嗯 所以那时候刚好也在精华城 从392被卡392要变560阶段的关键时刻 也到监察院陈警 也向柯文哲陈警 然后这边又在查 那当然 检察官看到的东西一定比我们多 那当然 我们是事后才看到了市政会议 原来2017年 你5月3号就已经开始市政会议要弄了 你讲这一段我就要讲 因为在昨天 就是 就是 有时候也不是拿出那个市政会 2017年5月嘛 2017年5月3号 然后说要列拐三个月嘛 列拐三个月嘛 就8月嘛 8月就出现了 后来有那什么蔡姐变迁嘛 7月蔡姐 8月1号蔡姐变迁 然后昨天李明杰人在现场 我不知道林涛 因为柏文也是市议员出生嘛 就昨天李明杰人在现场 气到气扑扑到 因为那个会议里面的四项 他摆在第四项嘛 就是讲到那个金华城 行政处分列管三年 你明杰会气的意思是说 因为两位都像议员出生 这件事情金华城是一个 就是好你说是财团盖房子的事 你把它摆到市政会议里面来 前三项是跟全台北市民有关系的事 市长市会议 你把那个东西弄了半天弄不到 然后结果后来你这个金华城的事 你摆在市长市的会议里面 一般老百姓呢 所以他的意思说他被骂成那个样子 然后回头看到你把这个东西摆在 那是私人产业的问题嘛 你把那私人产业 然后摆在你的市长市会议里面 然后老百姓的事情 你哪一件你给我摆在这个里面 你给我看一下 他昨天气的意思在这 我不知道两位议员大概听到这 因为只要当议员一定会有很多民众 陈勤类似像这些会气在这 所以大辣辣摆在这个地方 会让很多当民意代表人说 哇原来这个东西可以摆在那这样 那一般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摆进去 对啊 所以不然那个时间走嘛 所以大家才会说 哦原来你早就介入 当议员的都知道如果市长是跟你说 列管三个月是什么意思 列管三个月就是 对不起所有的进度 跟所有的办理事项全部要回报 我才是这才叫列管嘛 我先讲一下 这个案子我跟你讲的真好 为什么议员看到这个会觉得非常离谱 非常生气 因为很简单 现在我就讲新北跟台北嘛 包括桃园我相信也很多 很多需要都更的地方 当然哦 都更的地方 你说比照金华城这样的一个待遇 我告诉你都更很好推啊 几乎是可以说吹酷拉朽就一直推下去 为什么现在都更很困难 我跟大家讲 你光是一瓶换一瓶 你就要挤进 想尽办法挤进脑汁 哇要多大的接扩 多大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容积 才有办法来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 一瓶换一瓶 这个金华城随便一瓶换两瓶 一瓶 一瓶换四瓶 他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 一瓶换到八点四瓶 所以你想想看他这个部分 金华城的部分如果是一个个案 那当然是严重图利 所以我认为图利这个部分 大家不用再怀疑 因为你就一般的民众来讲 一瓶换四瓶八瓶 各种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不要这样 这是柯文哲 还记得吗 他在2022 2022还是什么时候讲的 现在老百姓意思是 大家是不是被惯坏了 老是想要一瓶换一瓶 停车场 还有车位还要给你 然后你在那个都更的过程当中 那个房子租金还要帮你付 没有这么好的事 没有啊 大家突然发现 有比这个更好的事啊 我啊 所以说我说 如果金华城这个案子 是可以变成通案的话 那柯文哲你没有问题啊 可是金华城不可能变通案啊 当然 因为如果金华城变通案 大家每天看不到阳光 出去一定塞车 搞不好连骑脚踏车都塞车 因为那个容积太大了 所以我现在讲 就是说如果这个是 是通案没有问题 可是我现在回过来讲 我说蔡壁鲁的事情 我是觉得很扯 之前你记不记得 洪建议有拿出那个纸条 变迁 变迁 这个好像是2017年的8月1号 有一个变迁 他上面写说 这个等到林中平局长回来之后 金华城的陈青案 林青荣市长会接见 然后你在场 这个变迁 这变迁是蔡壁鲁 当时蔡壁鲁说 这不是我的 不要扯到我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去告了 目前不告了 我认为 没有 这件事情 他当时讲说他一定会告嘛 那他一定会告 也有可能他私底下去告 我们不知道 可是如果 即使他私底下去告 我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件事情 攸关他的清白 他要告 当然是要去按您身高 要让媒体知道啊 这件事情 包括那个朱雅虎的 那个文情病茂 蔡姐的文情病茂 朱将军雅虎 后来到这个金华城当顶月的董事长 朱雅虎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如果蔡壁鲁没有告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昨天游淑惠 又爆出一个2017年市长市的会议 那个 五哥你知道那个市政会议跟市长市的会议可能又不一样 市政会议坦白说 因为这个市政会议大概就是比较大型的 或大家大概已经都知道了哪一些 可是市长市的会议是相对机密 那这么机密的一个市长市的会议 昨天那会议流出来是说 柯文哲直接要容积就变五百六 直接就变成五百六 他做成一个行政处分 然后要求就是说就是公告 韩赴金华城 你韩赴金华城就表示 你之前金华城有来要求你 所以光是光是这一点 为什么要用市长市的会议这么机密 然后立刻作词 而这是有争议性的问题 立刻要做成行政处分 所以这中间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他那种贯彻 我就是要给金华城 这样的一个容积的那个意志 他还有一个夸号 上网公告前先到市长市会议报告 意思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你拿过来 我还要看一下 我还要同意 我接不接受 那句话的意思 你不要再给我惊吓 你不要再给我惊吓 就是那一句意思嘛 先来公告一下嘛 我们有看过这种一条龙的服务 从392560到672到840 这真的是一条龙 后面还有接受陈琴 你那个允建楼地板面积 你看那个彭震生在4E会调到小组里面 还说 今年那个三四月的时候 柯市长有来问我 为什么允建楼地板面积不见 那换言之你这句话 如果市长问底下的人这一句话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市长要啊 你的想法是什么 市长特别来问你这件事 那大家都会想想象空间 市长你对这个拿掉是有意见吗 就是叫你拿回来 同样的道理嘛 刚才博恩院士博恩也是执政议员 然后一路看到这 来林涛桃园呢 桃园呢 桃园议员看到这份 会有什么感觉 是蛮生气的 你知道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你看到前三点 其实是一般性的案件 就是通知 对啊 可是第四点它是特别 而且特别里面又有更细的猫腻 什么叫特别还有更细的猫腻 你知道这个列管三个月之后 刚好是什么时候吗 是监察院刘德勋出报告的时候 意思如果今天刘德勋的报告 不是我想要看到的方向 他还可以在这个市长室会议报告 讨论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觉醒 这才是最大的猫腻 所以我们在讲说 为什么金华城这个案子看起来 我觉得有三大石头 在这过程中被搬走了 怎么说呢 第一个石头 林青龙跟这个林周明 不是在这个便条里面 看起来是比较 现在不是他被北檢传吗 他还说我是站在 这个监察院的报告的立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林青龙跟林周明 在这个金华城 是比较保守的地方 比较不要愿意让他闯关 这两个人不好意思 在二零一八年科主席 换届的时候被换掉了 被换谁你知道吗 彭政森加黄锦帽 刚好就是金华城 这个的两大关键 五哥第三个关键是谁 蔡碧如 你知道那时候第三个副市长 黄珊珊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她是2019进来 就是柯文哲2018换届之后 后来2019年才进来 同时这个蔡碧如 在2020年的1月 跑去当立法委员 就把你的石头搬掉了 你有彭政森 你有黄锦帽 你有黄珊珊 这三个石头过去 在卡的全部不见了 我是觉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让这件事情能够在2020年的时候 便当会开的顺利 就是你们这些石头不要再卡 我觉得这是三大关口 再来 因为刚才大家有提到 这个沈庆经的案情跟洗米华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案情省展开 为什么 因为五哥你提到说 现在如果查不到柯德金流怎么办 土力怎么办下去 那我觉得第一个部分 因为过去传了 查不到金流土力可以办得下去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在看说 土力这个内容 到底现在这土力的结构长怎么样 因为我们传了陈玉坤 那我为什么讲陈玉坤 宋坤仁跟林青 这三个人是 沈庆经的 我们讲奖赏名单的 两百万四百五十万 五十万嘛 那这三个人被认为 在六月的 一百零九年的六月 有出席会记录 刚好 就是这些人搭上了 可是我说真的 假设这些人有拿钱 那也是沈庆经自己 内部公司的事 跟柯文哲无关 第一个跟柯文哲无关 第二个 你去看这个沈庆经 去跟洗米华借六十亿 我说真的 台湾民众 真的快认识洗米华了 因为洗米华 不是第一次出现 当时候郭哲敏集团的林炳文 大家知道吗 他开那个金星太阳会 跟他一起合资四十五亿 光林炳文加 他这个我们讲沈庆经加强 洗米华四百亿的资产 一百亿在台湾 借贷在台湾 所以我是说这个金流很神秘 很夸张 现在爱格蒙在查 可是查到底 那就是沈庆经的事情啊 查金流 你要知道 就像东豪说的 你一定有怀疑的账户 一定 他是不是沈庆经的事情 我对我现在目前看起来是 你一定 你一定对海外里面 有怀疑的意思是说 再怎么样也存不到柯文哲那一块 我再怎么样意思 就看起来现在 侦办的角度 就是要拿沈庆经 其他洗钱的东西 要你要认罪 转污点证人嘛 可是沈庆经的角色 他怎么可能 他下面还有中公 还有威巾 还有中石化 他家人这么多 他这个案 认了后面的企业怎么走 所以你目前看到这个案情 他是没有转污点证人 以下的迹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三个关键彭震生 那彭震生他就说 柯文哲主席 柯文哲市长指使我啊 对不对 那可是现在柯文哲 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来了 关键的角色出来了 黄珊珊 你周宇 原来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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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这一层叠着一层叠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黄珊珊去参加美台工业会的 前一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告诉大家 我是用地方自治法的25条 不是用都记法的24条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是 让柯文哲跟黄珊珊 在司法下车的关键 因为图立的最前 他可以讲说 我不知道都记24条 我以为 不管是金华城 也许是适用于都记24条 可是我觉得 我好像可以适用自治条例的25条 给他容积嘛 所以我不知道这有犯罪 就下车了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黄珊珊 他是一个法律人 他知法玩法到这一种地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你可以看到 他现在在哪里 在美国 他在美国不是吗 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各位 有的在看守所 有的在打仗 我在美国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非常的高兴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交代完了之后 你去美国没有认识新朋友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被一些朋友记到 他被关罪了 你要考量 你要考量你的旧朋友 现在什么情况 难道旧朋友 现在陷入争议 就不是你的朋友了吗 我觉得第一个 你去美国没有认识新朋友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被一些朋友记到 他被关罪了 你要考量你的旧朋友 现在什么情况 难道旧朋友 现在陷入争议 就不是你的朋友了吗 我觉得第一个 第二个 你可以去到现在的陈佩琴 你知道从 他现在不是都晉升吗 很少讲话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晉升的 他是从黄珊珊飞去美国那天晚上开始 因为过去周刊大概讲说 他是不是在开记者会 跟后续的发言 政治跟司法的策略 是不是都由黄珊珊主导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 因为他现在没有讲话 最后我要收在哪里 收在哪里 你要收在哪里 现在刚才讲到三大关口 这是金华城 我们刚才讲到现在的沈静晶 是沈静晶的爱口 三大的这个金流 但重点是什么 你让柯文哲陷入这么大的争议 我就问一件事情 当时候最应该开始 认识柯文哲主席 认识沈静晶晶是谁介绍的 就这个开始 才有后来一切的故事 这个开始是不是你黄珊珊 到现在还没讲清楚 OK 来来来 廷威 包括这件事情 柯文哲跟 好他怎么认识沈静晶 是不是黄珊珊介绍 还是怎么样的那些过程 可是这个啦 就有人讲说 柯文哲从第一任 2014年 一直到2018年到2022年 中间的过程 柯文哲 2014的柯文哲 2022的柯文哲 还是2014的柯文哲 这中间过程 尤其是跟财团之间的 距离跟关系 这几天大家从北市哥 然后包括到金华城都这样 刚才其实讲的 2017年5月3号 这个市长室的会议记录 如果 对柯文刚刚讲 如果所有的案子 不管是都更都市计划 所有这些圣货都市计划 能不能准用都更里面的容器奖励 如果都能够像这个案子这么快 对整个市政推动 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但相对要付出的代价 是不是也很大 可是这个案子 各位你把这个案子 刚才大家讲到说 你观看后面 好 那请督发局 就当年资料 做成行政主份 正式上网公告 含附金华城 还显明上网公告以前 先到市长室会议报告 就刚刚讲这一段 然后列管三个月 各位你看这个案子 觉得这个案子 就这样过去 对不对 你把他的前文 你看一下 柯文哲主持的这场会议 他的前提告诉你是 金华城基准容积一亿案 一个有一亿的案子 青州已过万从山 那你们就直接行政主份 弄一弄好不好 上网公告所有这些 他不是没有一亿 他就告诉你 金华城基准容积一亿的 这个案子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处理 这对他来讲说 原来这样的一亿案子 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吗 是用这样一些方式吗 那为什么这个包括到北市科到金华城 所有人大家在 大家一直在问的是 现在的柯文哲 还是以前的柯文哲吗 你跟财团所有的距离 还是你当初口中 你憎恨的那个财团吗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柯文哲他本身 这种会议来讲的话 是由他亲自来主持 是 亲自来裁断的 也就是说他是行政处分 由他亲自来做的 那当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怀疑说 那什么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 那你什么都知道 你对外去讲说 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其实说真的 民众党 包含这个柯文哲来讲的话 他的人设已经是败坏了 这种人设败坏 我相信 像林涛 当然很欺败坏了 说黄珊珊怎么样啊 甚至于说有人说黄国昌怎么样 我觉得这两位是根本是顶不起 这个柯文哲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能量 也就是说 当民众党走到这个地步来讲的话 柯文哲他已经陨落的情况之下 他的人设已经崩坏的情况下 就根本不可能救起来了 而就算黄珊珊施展什么样的一个 法律上的什么工房 或是法律上的一个 跟柯文哲来讲的话 没有用了 因为政治上就是政治上 那现在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其实你从过往到现在来讲的话 你看柯文哲以前所讲过的话 就刚刚你提到的 他的第一任的市长 跟第二任的市长 其实是互相打嘴巴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比如说最近来讲话 其实大家已经翻到 今年五月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 廉政单位已经就去查了 过往来讲 柯文哲其实有一个 这个所谓要求所有的局处长 他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又见到财团 见到一些相关不应该见的人的话 你应该做一些廉政登记 而且这个要求是什么时候 是在2015年 也就是2014年他上台之后 2015年他在市政会议上 要求所有局处长 都要做这些事情 而且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这个廉政 这个叫什么东西 就叫台北市政府的政务人员 廉政透明公约 这当中来讲 告诉你说 如果你有财产来源不明的说明 还有包含配偶 包含未成年子女 那现在 不是他出来的 就在配偶 未成年子女 这些资金的财产的变动 等等 都必须要说明 而且这是政务人员说明 然后带来 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如果你有任何的行程 比如说你见到这些 像审刑金这一类的人物 你一定要做实质的登录 那这也要让大家都知道 你到底在做什么 这是2015年他要求的 但是他有能力去要求 他的局处长做些事情 他们没有能力要求他自己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台北市政府已经查了过往的所有资料 原来你去这个跟审刑金见面 甚至包含说 因为解书培有提到嘛 2017年的时候 审刑金是有陪这个柯文哲到上海去参加双城论坛 然后接下来的话 在2018年 圆山饭店的这个东道主做这个请客的 沈庆金也有算一份哦 所以其实沈庆金 还在主桌 对而且沈庆金跟柯文哲其实是认识的 而且其实也应该见过好几字面 那为什么在廉政资料当中完全没有登记 这就是大家质疑的地方吗 你要求大家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你自己没有要求你自己做这些事情 那你现在你的配偶 还有你的未成年的子女的这些小孩的帐户户头 你是不是要如史如土的登记 特别是你要去选总统的人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的人设只是败给自己啊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你知道他在市长的任期的最后一年的时候 他还出访新加坡 到时候那议员骂的要 骂翻了说你这准备要交放了 你还出访新加坡是做毕业旅行吗 结果他说是去新加坡去考察这个双语啊 考察教育啊 但事实上他以前是对新加坡很赞赏的哦 他用新加坡来骂台湾的所有政治人物 他说为什么台湾在2000年之后会输给新加坡 因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所有政治人物没有长期计划 只有捞钱计划 这不是又打到他自己本身吗 因为今天还有一则新闻 就是台资光那个案子 各位观众还记得吧 就是成统文员 然后现在还被收押嘛 然后在提训那个过程 那你就想到 各位还记得柯文哲任内 他签的最后那份公文 台资光那份 他特别在说什么 议会勾结财团 然后说吃老百姓啊 什么类似这些 你看到这些词 你会不会现在看整个案子 你会非常有感慨 现在没有定论好不好 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 你要用无罪推定的角度去看 只是所有你看到这些案子的过程 那为什么会是 不像一般想像的 大家所知道的一般正常方式 然后去做像这样的一些的决策 一些的过程 那总是会让大家 会有很多一些的问号 要不然的话 但创下 你再换一个角度讲 那你到底要柯文哲怎么办 他告诉你财团也是市民啊 财团是市民 而且很多都市发展 也需要有财团 财团一起來建设嘛 财团不是十恶不赦的一些人嘛 小碎的时候 你也不会这样骂他 那他不过就是跟他走得近了一点 那为什么大家 要把他讲成这个样子 那到底他跟财团之间好 那要怎么样看大家 现在有人直接用 对那柯文哲 对那柯威光啊 柯什么什么这些 随便你要怎么讲 可是现在对他讲 他就跟你讲 那我去唱个歌又怎么样了 我去跟他走得近了一点 又怎么样了这些 那你要我跟财团 要保持什么距离 基本上其实是这样子的 财团也是市民 但是很多人是觉得说 他是超级市民 我是小市民 差别就在这边嘛 尤其是金华城旁边 徐小新住的那一块区域 那些市民一定就有感觉 金华城是超级市民 市民分两种 对对一个有选票 一种市民有选票 一种市民有选票 又有钞票 所以超级市民嘛 所以柯文哲在处理这个 但是你看今天的时候 很多他曾经跟过他的 像小牛啊 像grace啊 像张艺山啊 像林冠年啊 里面还有两个是我学弟 都很生气 都被柯文哲骗了 他以前讲说 召叉吃人肉啊 是讲很多 可是你会看到 哎星光 然后那个金牌铃也讲过 坐着车子把他载到那个 阳明山还要下来 还要换车才去看 看星光 现在又有跟北市科 又有星光 然后有没有量身定做问题 正在被查 然后金华城到底 什么时候跟小省认识的 而是小省里面唱歌 然后超级市民 然后专案的 帮他去 所以现在这个图例 是小省需要 还是你主动 嗯 直接故意 我想在图例罪里面 将来量刑是 间接故意 还是直接故意 所以都很严重 可是呢 他们讲很多 包含グレイス讲的 其实呢 就在中山北路的 某一家饭店里面 柯文哲其实 常常跟财团见面 因为他们以前跟着 以前都 但是有没有登陆 没有 然后他在办公室里面 常常见很多人 但是有没有登陆 没有 他们都很生气 就觉得柯文哲骗了 可是事实上 坦白讲了 也没什么好感慨的 最腐败的 往往是嘴巴里面 讲说 最改革的 这句话是二十世纪初 被称为欧洲的良心 罗曼罗兰讲的 其实他们看过 法国大革命 看过光荣革命 克伦威威尔 雅克兵党 所以罗曼罗兰 这个思想家 最后结了这句话 最腐败的 往往是嘴巴里面 说 最改革的那一个 那现在就是 柯文哲 那些年轻人 却他们要读点书 然后再过来呢 若克还是孟德斯 就我忘了 他也讲了 在社会追求进步的过程中 有两种人都喜欢讲说 我一定要改革 青年改革爱乡土 但是有一种人呢 他是真心的相信 青年改革爱乡土 比如说神定然 我们就相信他是真的 那第二种人呢 是因为他吃不到 看到人家吃牛肉 所以他就是出于忌妒之心 出于觊觎之心 那如果是这种人 拿到权力之后 他会巴不得把人肉都给吃干净 所以其实现在柯文哲 你说是人设崩溃 其实不是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会回到看 心大了嘛 太容易了嘛 突然之间说 要不然我选台北市长哦 竟然选上了 选上之后 形成了一个台湾社会 刚好已经厌烦蓝绿对决 刚好那个潮流之下 他又是身为台湾 对于医生长期的景仰 以为自己大了 刚好那个潮流之下 他又是身为台湾对于医生长期的景仰 以为自己大了 大了以后呢 又不老老实实的 从慢慢的扎根 把这个民众党养大 以为靠着这个头重脚轻 没有基层 然后呢 选举还是除了选票之外 需要钞票 所以他到底里面图 有没有 目前当然金流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 最是为自己的自己私用 还是为他的选举 找关系 找财库 那还不清楚 可是 人就腐败了嘛 那你说有关系生变吗 我觉得倒也没有啊 因为 看起来其实 他的变化 从2017年 那时候还在第一任 嗯 2017年是第一任 第一任 第一任就已经 开始如此 是因为他心太大 嗯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你看所有这些进展的过程 大家现在进化成很案 现在已经大概爬出道 包括检方现在一路上 这么密集的提训 是不是真的在找金流的 很重要的这一块 那另外北市客这个案子 也进来 我不知道今天媒体上 要出现说那个陈崇文被提训 不是 这是要把所有的案子 一次全部都搞在这个里头是吗 可是包括木可 包括靖总 大家都在讲 所有的金流的循环之间 到底又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好我们把它试着一块一块的 做这样一些的爬出 都好 先问一下 北市客这件事情 现在大家讲北市客嘛 好 可是就算台北市议会的报告出来 那 斯刚刚那天在节目现场 他也讲说 因为他是招集人 那个八个大字 什么招标放水啦 什么类似像这些 可是黄敬就跟你讲说 就是没有违法 他就是没有违法 你们大家讲的那些过程 他一定都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那整个北市客 到底问题在哪 有人说他是客制化 或什么 那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北市客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作假 哪里作假 袁大人寿那个 就是整个过程来讲 你要分拆 政策上的摇摆 本来 本来顾问公司跟你讲说 你应该分拆开发 你不要 你要整体开发 结果走不通以后 又变成分拆开发 这个段落还可以讲得通 可是 如果 招标过程来讲 招标的过程来讲 造假 或者 资讯不对称 或者是有其他的 那个地方就会构成问题 北市客 北市客部分 我在看 也不复杂 不是他的政策 政策摇摆不是 是因为你要图利 最后只有星光一家 那个过程有没有问题 就是最后九家都不来可以 可是如果你这中间 你伪造了一些 签到啊或者是会议记录的话 意思又不一样 你去看有没有 北市客跟进化成完全不一样 北市的概念是要从伪造公文书开始 那个元大的会议记录 如果他真的没有去拜访的话 结果有这份会议记录真的很扯 原大如果根本没有 如果用蔡市长讲的话就是 早就射好了箭 慢慢在画吧 但这件事情 连台北市议会的调查报告里面 也没有讲清楚这件事 这就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可是检察官清楚不清楚 我相信检察官很清楚 因为原大被叫去过程过程 检察官一定 因为市议会毕竟没有 司法调查拳 因为市议会那个报告 其实我看了我也看了不啥啥 跟进化成本报告完全不一样 即使是刚刚在这边我也会这么讲 那个报告写的并不好 不明确 如果你们认为人家没有 人家只是政策错误 就讲政策错误 如果你认为他有涉及图例 你就要讲清楚涉及图例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就好像后面还有那个 雨果市场事情 那个可不可以有简相发包 当然可以 可是你简相发包的过程 决策过程如果有鬼 那就会踩到法律的红线 就像我们在讲这一路过程 不是容积率 奖励容积率有问题 是你从准用容积率变成 从适用变成准用 换一个字差很多 然后更不要讲 检察官竟然北市科 传了那么多次 他总有想法吧 那他的想法是什么 能不能注意构成犯罪嫌疑 不用急嘛 你就是一两个月的事情 很快我们知道 就会知道 那个结果是什么 然后我要讲 就是说 柯文哲不是只有这两件 木可那块还没有 重望 然后雨果市场还没开始 相关的还有一个南港 那个也还没开始 所以柯文哲的故事 只有眼前这些吗 只能讲说柯文哲人设大崩坏 你什么事情都干得跟人家 觉得很奇怪 柯文哲人设大崩坏 你想说他还有好几件案子 在后面要不要这样办 但是如果当一个金华城 金华城不可会言 对大家来讲的话 当时那个震撼性是最大的 他最大的骨牌 然后包括你说四十几路搜索 然后包括两次的 包括要开申押庭 所有之间 让所有的全国的民众 大家全部都走了这么一趟 OK 好 那先不管后面还有几个案子 要不要往下办 但柯文 我直接问一个问题 两个月时间如果到 你告诉我 后面的案子要不要办 还要不要续押 光这两个月到 检察官要不要续押 或是要不要起诉 黄文哲已经直接跟你讲了 他说检方一定会起诉 那他没告诉你 要用什么起诉 他又讲说 那你看嘛 有证据起诉 没有金流放人 不是没有金流 跟起不起诉 有没有土力 但这两码事 那我告诉你 那未来怎么办 你只要没有金流 你就算用土力起诉 你完全可以想象 到时候国内政治的氛围 民众大概每个礼拜 就跟你站清白 每个礼拜就跟你讲 你们就是政治追杀 你们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他就这样讲 就土力嘛 哪来的土力 五哥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觉得黄国昌心很坏 其实任何案件 就是有证据就办 没证据你不能栽账 黄国昌他现在的感觉 是一直要怎么样 你非要给我办出一个结果来 不然你就怎么样 有这种事情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 可以减掉一个空间 你懂我意思 以黄国昌的逻辑是 一定要 你非要给我办出来 没办出来 找你麻烦 他的态度不是这样吗 我刚刚给个建议 你先听我讲 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黄国昌就是这种心态啊 他不是在逼检察官 你非要怎么样 我觉得检察官 就是检察官办案 他就是独立办案嘛 我有证据办到哪里 我认真办仔细办 就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办得出来 我当然就起诉 我当然就办到底 如果没有 当然就没有 可是他们现在 所以我说民众党 这可恶就在这里 怎么可以用立法委员的职权 不断的施压检察官办个案 这个很离谱耶 我坦白讲 这样的一个立法委员 坦白讲 他已经是严重的 逾越的这个司法独立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认为 你看他 黄国昌现在就是这样 不断的逼检察官 那我认为就说好 就算两个月之后 假设 起诉就是只有 图利罪 图利罪也是在贪污 治罪条例里面 图利罪也是五年以上的重刑 请问一个过去 号称青年的市长 假设最后是图利罪被起诉 难道民众党觉得很光荣吗 觉得他是英雄吗 没有他们现在 形塑的所有的氛围 就是你除非看到有钱 你只要没有看到钱 什么叫土利 难道一个市长 就不应该要帮市民 谋福利吗 财团也是市民 所以他整个人 你只要没有钱 他就告诉你说 接下来他就跟你说 要政治追杀 那所以我就讲 那每个市民 都比照金华城 这样来办理就好了 那我没有一些 我觉得很好 五哥 他这种讨论没有意义 是说就算有钱 没有 我想到解套办法 就黄国桑去找一下 傅宽奇跟助理人主席 藍白提案 把土利拿掉 删除 貪污治罪条例 土利罪就好了 好不好 我去 这样好不好 貪污治罪条例 整个废掉 没有啦 你收钱人家不会这样 来博文讲 我来到林涛 柯文哲 柯文哲你看 2017年 刚那个邮署会 昨天拿出那份资料 在市长是 他是直接指示 直接指示容金率要五百六 市长这样干 这是有相当程度的疑虑 社会大众是不信任 就他这样干 你觉得这个 这个比拿着刀叉吃人肉更可怕吧 你觉得民众党对这件事情 都觉得可以 可以无所谓 蔡壁如他当时下了条子 是用市长式的变迁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市长的意思 我虽然是蔡壁如写的 可是这市长式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情难道不用追究 好我再举一个例子 刚刚讲到这个北市科 我跟大家讲 北市科 你知道台北市现在的地 非常少 像北市科 这么完整 那个一般人 叫肉体 那败一滑 那真的肉体 那个就是很油的地 结果你是 人家土地往上 那个地价往上升 你全力已經往下降 我光這一點我就問 你這個沒有圖利的嫌疑嗎 第二個 你怎麼可能這麼好的 這麼精華一塊地 只有星光有這個意願 然後你又說 然後元大我們也跟他談過 元大公開出來講說 沒有這件事情 五哥這很嚴重的事情 這是直接造假偽造文書 如果說元大都已經講 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你有這份文書 那我請問你 你是否可以憑空捏造出 這樣的一個會議紀錄 我覺得是很嚴重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我們從剛剛講到現在 不管是就內部的程序 或者就金流的部分 或者就這個民眾黨 現在對於柯案的柯文哲 這個案子的這個這個心態 我都覺得國民黨 不是 我覺得都覺得民眾黨 真的非常值得大家的質疑 OK 我覺得我要給出一個基調 就是基本上市北科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感覺 好像很自在 因為他兩次流標 他把他當一防火牆 因為他有公開招標 他又流標又兩次 所以你說他前面這個 把他的這個三個變拆開來分 然後這個讓他不要有這個生技產業 可是那時候新光人數還沒標 所以他會覺得說公開標之前 在法律上他是佔著住腳 我覺得這必須要持平講 第一個 第二個我認為啦 為什麼他跟黃國昌委員會出來講說 你最好會給我查到金流 否則你這個社會的壓力會很大 我覺得兩個層次 第一個 因為民眾對於司法 只有司法感情在 那他之前這個分五十幾路搜索 然後五十九個小時訓問 結果給他壓兩個月出來 因為現在還有一個多月 因為他十一月的五號 壓兩個月發現沒有查到金流 那他當然會覺得 他當然可以有那個底氣 就是說那你怎麼可以查一個 在野黨的主席用這種條件 然後出來沒有查到金流 我覺得民眾 某些民眾是聽得下去的 我必須要持平講 可是柯文哲主席跟台灣民眾黨 另外要面對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是在這個查辦的過程 為什麼你木可的金流這樣搞 為什麼你政治獻金的內容 是不按這個監察院裡面 還有一千九百萬的LOVE 然後你的中央基金會 跟這個木可的董事長 為什麼同一個人 然後呢 為什麼你有四千三百就買商辦 是沒有放民眾黨的名字 是放你個人的名字 我覺得一碼歸一碼 司法過程中 如果你真的沒有查到金流 我認為檢調的壓力會壓力三大 一定的 因為你跟人家壓那麼久 人家是一個主席 然後你東西沒有出來 壓兩個月沒有很久好不好 他如果沒有申請人壓的話 不是 因為你前面用這種搜索的角度 又壓 畢竟他是一個 在台灣是一個大咖嘛 五十一小心大姑跟姐夫還在壓 不是 人家是柯文哲主席 五十幾路搜索 五十幾路搜索 大部分是針對威京 不是針對柯文哲主席 你去問他五十九個小時 不是 一個在野黨現任的主席 被壓兩個月 他是一個大士吧 他是一個大士吧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畢夫 所以你沒有金流才是最重要的嗎 塗在名字 塗一法官說兩百億你認為小嗎 因為塗利在台灣實務上的見解 就看他怎麼認定 看起輸出怎麼寫 法官認定兩百億不能壓嗎 所以你們剛剛就廢掉塗利罪了 法官是你在決定壓還是法官決定壓 法官認定兩百億 如果按照黃國昌的邏輯 那這沒有塗利罪的事情 柯文哲當然有他的形象的受損 可是司法的壓力很大嘛 你不要講清楚嘛 你不要這樣 黨中央打黃不打柯 代表 那你問題啦 你去查 你去問這個陳佩琪 你去把他的保險箱不是調出來嗎 保險櫃嗎 然後你不是把他的保管箱 然後你去跟他約談的時候 不是把所有的帳戶都查過了嗎 就查半天 你竟然這麼多的保管箱跟帳戶 查不出一筆金流有問題 那你全民眾會怎麼想 所以一夫到最後整個最重要的 就是要講白一點要看到錢 如果沒看到錢 第一個 柯文哲的政治生命不見得從此沒有啊 你現在看還有大概10%左右的鋼鐵小草 如果要是等到真的你就算起訴 如果沒有看到是錢 而是用圖利的話 搞不好支持度還會往上攀啊 如果沒有錢 當然黃國昌他們在喊 沒有金流就放人 基本上就在未來 如果你真的是圖利的話 你看法查不到金流 柯文哲可以猜一句話 沒有說沒辦法證明說說會不會有財產來源不明 那又另外一個事 你覺得柯文哲會不會有財產來源不明 那就要看怎麼認定 就是你去看陳佩琪的帳戶 他的金流的勾計 有可能 但是你說真的 你財產來源不明 你還要看他的金額的大小 你如果今天講一個陳佩琪的帳戶 你如果二十萬 一萬塊十萬塊都 我知道可是你要知道一個黨主席 不好意思我要提醒一下 林涛是國民黨的桃源市議員 他不是民眾黨的桃源市議員 所以大家不用質疑他質疑了這麼多 可是林涛剛講的會不會 我必須這樣講 一副我剛為什麼要問這段 就林涛剛講的會不會是未來 第一個 你可以想像出來 黃國昌現在在打玉黃針 對不對 就是如果要是到這兩個月以後 如果照檢調現在這麼積極的爭拌 如果你真的就按起訴他 然後起訴以後是用土利的話 他現在已經先打預防針 第一個他一定會被起訴 所以起訴你們大家不要太壓抑 小草一點都不用驚慌 第二個你看吧 就是土利 那時候講說沒有金額 你給我放人 結果是個土利 會不會因此對於包括小草 盛禍來講的話 有一些已經離開的小草 這時候會不會又突然覺得 搞不好是有點道理啊 而且過程當中黃山還講得出 如果要是個土利 那時候有什麼 沒有金額 結果就給我放人 結果是個土利 會不會因此對於 包括小草 盛禍來講的話 有一些已經離開的小草 這時候會不會又突然覺得 搞不好是有點道理啊 而且過程當中 黃山還講得出 都日計畫法法24條 然後台北自治條 立了25條 講一講 搞不好真的有一些道理 會不會這些在未來國內政壇 我就講嘛 如果從那以後開始 每個禮拜民眾黨在一個地方開獎 柯文哲如果要是有交保出來的話 然後出來跟你 每個禮拜跟你站清白 就這樣子啊 如果說只是土利 然後呢交保出來 那當然你對檢查體系來說 那個壓力就變成相當大 因為他們就告訴你嘛 土利 所以現在黃山山什麼都告訴你 哪有土利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又沒金流 然後辦不到收費 然後柯文哲出來 那他們好解釋了 好打 就土利是司法迫害 硬辦嘛 所以你看你們要查我收費 根本我還是清廉的沒收費嘛 就跟你夾在一起打 那這樣子你說有一些 當初有懷疑或是退縮的民眾黨支持者 他是有可能回來的 他是有可能回來的 但是問題是我們要把政治放在單一時段 還是要把他拉長看 如果你把他拉長看的話 那柯文哲要保證一件事哦 他的募可縱望政治現金不要出問題哦 其他不要被查出問題來哦 你看楊文科的案子 楊文科是土利罪起訴哦 但裡面有一條彈書哦 財產來源不明罪 另案偵辦 好有這麼一句話 那財產來源不明 我另案偵辦是我查出來 你大概有一筆錢 但是來源不明 如果查到一半來源明了呢 檢察官是可以變更起訴條文 變第四條的 所以檢察官 當然他辦案 他要急在這一個時間點嗎 未必哦 因為財產來源不明 他是可以變動的啊 如果我查出來是對價 我現在不明 如果我查出來是對價 馬上可以跳第四條 如果我查不出來任何檔心 我可以用六支一繼續下去 如果財產不明 哎如果是木渴呢 或是縱望 原來是勾擊到那一邊呢 如果後續 柯文哲還要再急的一天 他就要保證後面的金流 金錢不要有問題 你才有說服力 否則到最後突然發現 原來你政治現金消失的一塊 跑到了私人口袋或是等等 這個問題 柯文哲依然是逃不了青年的問題 請問一下 黃國昌除了最近講這些 然後講了要檢有限電視之類以外 他為什麼最近要對鍾小平直接開幹 因為鍾小平話太多嘛 鍾小平幹了什麼事 告人告太多了嘛 然後你看又指涉柯文哲 如果公關會有五億 柯文哲至少拿三四億啦 抓著柯一直打 你看那個果菜市場他還打多兇啊 然後沒事就去告發 沒事就跟這個黃莊莊槓啊 沒事也是說找黃國昌合作就好 不要轉找柯啊 等等意思在切割 不要藍白河要藍黃河 等等意思在切割 切割切割嘛 當然鍾小平因為舉發了很多案子 最近大概通告也很多嘛 話太多嘛 我覺得基本上話太多嘛 那我回過來你就是說 黃國昌這樣說法等等 大家的解釋 當然今天真的是 今天所有人的解釋 吳玉謙是委任律師嗎 黃山山是委任律師嗎 都不是 都不是 我們說政治上面 政治是不講證據的 政治是講操作看誰的操作手段高 是不講證據的 法律那是要講證據到法院工房 談法律見解的問題 所以你才看得出來 黃山山啊 最近啊 都在講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我要看一下 你看她的臉書 都市計畫法25條 和台北市都市計畫 施實自治條例第25條 差很多好嗎 我們什麼時候在談25條 都市計畫法25條 我們什麼時候在談24條 我們當然知道差很多 他混淆視聽啦 他就執法玩法的人嘛 我們當然知道差很多 你閉嘴 你已經到黃山山 你就遂行 遂行黨內的意志 打黃不打磕 太明顯了 我補充一句話 要不要這麼明顯 我來補充一句話 就是說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在講說要不要交保 都不是從磕自己口中講的 對啊 這就是剛才善公講的嘛 就是說你在講的話 法律層次的問題 都不是他本人講的 第二個 吳宜萱在講說 他講的是都計法24條 不是自治條例25條 你要小心喔 這搞不好不是黃珊珊的意思 你搞不好把黃珊珊的意見 扭曲之後 黃珊珊在美國交新朋友 現在沒空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談過 都市計畫法25條 他現在突然冒一個這個是幹嘛 我覺得黃珊珊 你跟小草講話 但是有時候 基本上不要幫我們當白痴 一個母法的第25條是講 土地權力關係人 像直轄市什麼什麼政府申請 那個被拒絕的時候 你可以到內政部或縣市首長 請求處理 那是救濟了 這是25條條文都市計畫法 我們不會笨到拿這一條出來跟你談 土地好不好 所以不要把我們當傻子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民眾黨開記者會吳宜軒的解釋 吳宜軒你也不要把我們當傻子 好吧 好 第一個 你們拿那個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那個我們就不想談了 那個談到不想談了 那個規定的是30年以上五樓以下 進化成根本不符合 這個就不要談 談到台北市是法官這個問題 這就很奇怪 你們為什麼一直要用這一條呢 我只問一件事情 請問你們一下 都委會 2021年9月9號最終放寬那個容積率的時候 840確認840那個20%的時候 我請問你提案人是誰 大會的提案單上面寫的是誰 精華城提案單 申請人精華城有限股份公司 法律依據都市計畫法24條 吳宜軒你自己去辦 你自己去辦 公展 法律依據都市計畫法24條 都委會的簡報第二項 計畫地址法律依據都市計畫法24條 這公開記錄 吳宜軒上網去查一下 請問你一下 都委會審的案子是台北市政府 申請人台北市政府某一個單位嗎 不是喔 如果是台北市政府自己提的 申請人是台北市政府某某局 台北市政府某某局 請問你 你們審的是精華城的提案還是台北市政府的提案 答案不是結束 答案不是結束嗎 你們是審的是精華城 精華城提案就是都市計畫法24條 台北市政府的話是他們的自治條例25條 自治條例第25條是市政府提案 我請問你們到底是審的是都市計畫 審的是精華城的提案 還是審台北市政府的提案 就是最簡單的問題 你告訴我 如果是審精華城 那你不要再跟我講地方自治 第25條 那一個是都市計畫 計畫區內台北市政府如果認為 要合理使用的時候得擬定 台北市政府擬定 不是精華城擬定 所以你只要告訴我 都委會審的是誰的提案 是依據哪一條 上面寫的一清二楚 如果文件你沒有 請上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點開會議紀錄 裡面資料 所有資料全部在上面 請你去看清楚 你就不要跟我談 談地方自治法 什麼地方自治條例的 第25條 我跟你講你們講給小草丁 就講給小草丁 出來開記者會講得這麼大聲 到底是你在超譯法律呢 還是你們根本就是在明知 不是如此在這邊講話呢 你注意看他就說什麼 1到24條 所以最高首長不能這個更改他的紀錄 那個計畫內容 對不起 所以都委會是可以叫申請人 哪邊不符合回去修改 而且如果不符合法令 都委會是可以退回 準博在都委會 所以這整件事情 好現在大家 你會發現對 那雙公現在變都市計畫專家 然後所有這些 每天都在都市計畫 有辦法 委員會裡面看資料 那剛才講為什麼 包括黃庫昌 黃山 然後甚至現在 蔡秘魯也頻頻的 不斷的有話語權 要不斷的要講一些話 但廷偉第一個 現在看起來是黃庫昌 就有實權了 是啊 所以你看包括他 如果要是包括要帶動小草 他要講所有的東西 他叫你人有電 有線電視 你就有線電視 他跟你說什麼 就什麼 現在感覺起來 好有人講玉三家 這三位未來 是不是有可能在後科文的時代 那不管怎麼說 眼下就是黃庫昌 感覺上 就只有他能夠帶得動 整個民眾黨 生活小草這些 要一襲招圍也是這個樣子啊 不是嗎 黃庫昌當然是可以帶動小草情緒 對啊 但是那個情緒 那股情緒怎麼化成政治力量 然後把民眾黨做大 這個問題 他基本上是做不了的 如果做得了的話 時代力量當年就會做大了 現在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跑到這邊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的個性嘛 他基本上是做不了的 如果做得了的話 時代力量當年就會做大了 現在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跑到這邊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的個性嘛 那他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為什麼他跟那個 鍾小平槓上 那說真的你鍾小平說 國民黨是不是思考 跟黃國昌合作 這種情況下 黃國昌當然要自清嘛 我跟他之間沒有私相授受 所以我一定要鬥中小平 所以其實說真的 這個鬥也是表面上的鬥而已 但是私底下未來要怎麼 兩邊要怎麼去合作 就國民黨跟民眾黨怎麼合作 那到底是被民眾黨拉著走呢 還是國民黨可以拉著民眾走呢 這其實一個問題 你看黃國昌現在跳出來說 他參加這個國慶日了 我就覺得有點納悶 就是說突然間來講的話 如果你要跟民進黨來對抗的話 說真的啦 你做法可能是不是要跟國民黨這邊是一樣的 但是當然我鼓勵你去參加國慶啦 這巴西立委本來就是拿中華民國的薪水嘛 對對你本來參加國慶的本來就沒問題 但是黃國昌似乎來講的話 感覺又好像在帶領這個黨的那個那個氛圍來講 是在處理有關後柯文哲時代 他怎麼樣來主導主導這個黨 但你有沒有發現黃昌文他在用字遣詞或是他下標 他在講所有那個slogan那些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煽動力是非常棒的 對對對 他講這種他到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他是這包括蔡皮爐 包括黃山或黃昌 他講話是最具有煽動力 我覺得啦 所以他當然可以帶著少長 他現在感覺上 因為阿伯在裡面嘛 他知道他心知肚明說民眾黨無法做大 所以但是民眾黨如果保有那百分之十的力量 一定要保溫這一塊 保有那百分之十 他其實這個有可能就是不分區的 他們以後還是可以有席次的 即便不是八席 掉席次也沒關係 至少可以保有這些席次 所以其實他是在保 他現在要做的政治上處理的事情是什麼 把這些小草 還有所謂的小草們的基本教育派 能夠把他摳住就摳住 那他現在正在激發大災這種能量 這種能量呢 還是屬於那種什麼 叫做宗教式的這種能量 而不是屬於真的政治理念的能量 OK 對 以後小草 立法院不能沒有黃國昌 兩年 到了 繼續要當下去 OK 對 民眾黨那個兩年條款 是不是真的能夠走得下去 可是剛剛講 既然這樣的話 包括黃昌委員跟 副昆吉總召 兩位總召之間 李浪一席 那看起來藍白之間 現在立法院 現在未來是更密切的一些合作 對綠營 對執政黨來講的話 不過那你們現在怎麼辦 總召善現在退 然後卓榮泰院長 講說要約韓國瑜院長 然後大家儘快談一談 那順利嗎 那個今天早上 我聽那個總質詢 好像 早上卓榮泰院長 已經有跟這個韓國瑜院長 有見面 那我想就是說 我想大家有一個良性的互動 我覺得是好的 那我們也真的很希望就是說 因為總預算其實 攸關全民的福祉 坦白講對於地方建設 對於民生經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的來討論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總預算 國民黨是把它退回程序委員會 那退回程序委員會 那退回程序委員會就卡在那邊 他也不是退回行政院重編喔 例如說今天很多國民黨的訴求 國民黨委員的訴求 是說你裡面這個 我們這個不喜歡那個不喜歡 可是你現在是卡在程序委員會 完全動彈不得 你也不是說退回這個行政院 讓他重編 然後你就卡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拖延下去 當然對未來的 這種新興的這個計畫 或者新增的這個社會福利 或者包括軍公教這個條新 這個都會有直接的影響 所以我們還是真的苦口婆心 我們還是拜託這個 大家能夠理性的來監督 你就讓這個總預算進入委員會 各個委員會 你說你覺得哪裡不對 你一條一條拿出來 嚴格檢視嚴格監督 我認為都OK 這個是立法委員的職權 可是你連看都不看審都不審 然後就把整個的這個相關的總預算 把它卡在程序委員會 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那天那個高薪素美委員 他說因為你們那個原住民 禁法補償條例 你看你們都沒有編多編這些預算 所以表示你們沒有這個執行的誠意 我先跟大家報告 光是一個所謂的禁法補償那個提高 他佔了整個原住民委員會 一年的總預算快五成 如果扣掉經常性跟人事的支出 等於明年度這個原住民委員會 大概就只要執行這個禁法補償條例之外 然後扣掉人事跟經常性的支出之外 他大概只剩下10%可以來做其他原住民的相關的行政 或福利的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當然是很不合理 而且你直接用這樣的方式去要求行政院增加預算 我認為這個坦白講這是有嚴重違憲的這個嫌疑 所以我覺得你拿這個一個理由 然後來卡住整個總預算 這個總預算 然後攸關我們的幼兒津貼租屋津貼地方建設交通建設 各個方方面面 然後你這樣卡住也不省也不動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的這個國家的進步 會產生很大的阻礙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苦口婆心 我們也真的是很溫馨的喊話 我們希望這個國眾兩黨 能夠站在全民的這個福祉的立場上 能夠早日懸崖勒馬 能夠早日回頭 您他有感受到嗎 溫馨的喊話 完全沒有 基本上我覺得就針對點就回就好了 因為過去民進黨也曾經 由這個我們講柯建民跟這個賴清德 但是在當委員的時候 他也宣誓過要退回這個總預算 所以藍綠兩黨都做過這件事情 第二個因為你想說總預算審查 你說那個詐騙 詐騙預算73億啊 或是大內宣5億啊 你不願意你就進審查會3嘛 因為進到立法院只能3 你沒辦法爭嘛 但是現在重點是一個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剛才這個博文委員 他講說什麼 他講說那你禁法條例啊 你會佔掉原民會預算 那就原民會的預算要自己重新整理嘛 自己行政院針對原民會的預算重編嘛 不能違法耶 這個禁法條例在二零一六年過關 今年是首次在六月的時候 從三萬每公頃三萬變六萬 他本來就是法定要給出來的 那過去為什麼從二零一六年到前年 就是去年二零二三都沒有編 因為他是用原住民的綜合發展基金 可是原住民的綜合發展基金 在預算法的第四條 他是不能這樣用 他必須有給有拿 所以過去等於我們七年 都是違法在適用 所以今天只是告訴你 可不可以退回去的時候 行政院多編了這十六億 把他補足 而且是依法補足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覺得這個原民會的主委 真的要打屁股 為什麼 因為你在過去 一直用綜合發展基金會 現在還可以配合一些立委說 沒關係啦 我綜合發展基金會還有嘛 可是綜合發展基金會 現在虧損六十三億了 而且不符合法規 要花這麼多工夫就是 當然原民的所有的權益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因為這個案子 那瑞銘的意思說 為了這一個案子 把所有的案子全部都退 然後勝貨卡在那個委員會 需要做到這樣的一些方式嗎 對 五哥基本上 現在的預算不是現在執行 因為每一年的預算不是第一天 第一天黨第一天 他還是要審到這個立法院 最後一天 不是挑針夜站嗎 cocococ過嘛 所以你現在講說 哇 現在臺灣就要停擺了 現在整個社福預算都要被砍掉 這完全是完全是假訊息 因為預算法的第五十四條 就算沒有通過這預算 大部分九十八到九十九的預算 都可以用上會期的預算規模 直接致意 不好意思講 我坦白講 我覺得我講一句 真的不客氣 我覺得林陶 他真的是毫無常識可言 你知道審查總預算 不是什麼常識的問題 這是法依法行政 審到最後幾乎都要跨年度這樣審查 所以第一個 時間是分秒必爭 第二個 我要講就是說 當年確實有一次這個民進黨也退回總預算 第一個 當時他們總預算怎麼編 那是馬英九時代 他編的是以經濟成長率五點六為激情 你知道結果後來證實我們 我們當時質疑是對的 因為後來當年度的這個經濟成長是負成長 所以他用五點多去編 這個當然是太離譜了啊 所以那個東西會造成財政收支嚴重 你們退你們找個理由就覺得太離譜 但現在違法 違法我尊重你 然後你就是 你就沒有編列 我覺得 然後我要講 當時我們那個動作 我們就說好退 可是因為我們那個人數少 所以即使也沒有退成功 但是國民黨現在很可惡的是怎樣 我講實在話 如果你真的覺得行政院做得不好 你就直接退回行政院嘛 退回行政院順便你提倒閣案 說你真的做得很差 這個行政院退的真的很差 你乾脆提倒閣好了 大家就國外重選啊 大家重新來啊 你又不敢 你把它卡在程序文匯 你一拖再拖 我請問 這個東西當然會 對於新增計畫當然會有影響啊 你怎麼想到 今年我們的預算審查 會審查到什麼時候 那當然對很多正式 對於新增計畫 會有嚴重影響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 你覺得這個哪裡不好 這個哪裡不對 你就去刪 你就去嚴省 那我剛剛講到原住民那個部分 那確實是事實啊 我前面就講是有真的問題 光是一項他的進法補償 佔了快一半的原住民的這個預算 那你可以退回啊 我認為這個實在是非常不對 退回行政院 不是退回程序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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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藍白為什麼用這麼激烈的手段 然後你的建議是更激烈的手段 你擺在程序文匯 我也不會自動重編啊 我要依法 你不用依常是依法 沒關係 各位各位 反正卓榮蔡院長 和韓國院長已經碰到面了 好不好 那碰到面 總是見面三分期嗎 好啦 我講喔 因為今天卓院長 跟韓院長已經碰面了 溫馨喊話 所以我就不再對林濤那個 但是我剛剛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這個事情 坦白講 總預算進去 國民黨民眾黨加起來也是多數 你真的要砍要三 我們也拿你一點皮條都沒有 但是這種不理性的卡在程序委員會 我認為全民會拓棄 那最後三十秒回應一下這個話題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預算法 你就按五十一條五十四條八十八條法定 那他就講說 現在這個動彈不得沒有 大部分的這個一般業務 行政院是可以核定 地方議會在這個審議院 軍公教加薪沒有影響嗎 不用再講 軍公教加薪沒有影響嗎 軍公教加薪最快也是明年 明年開始 這不算新政的預算嗎 這不算新政預算嗎 這不算新政預算嗎 請問沒有過了嗎 長照2.0的增加沒有過了嗎 請問被刪掉了嗎 你不可以這樣子 我講這是人民的福利 民進黨就可以 民進黨你對我就可以 民進黨從來沒有這樣幹過 民進黨從來沒有這樣幹過 民進黨沒有這樣幹過 兩位接下來在立法院 希望行政跟立法之間 深呼吸 今天兩位已經假練了 好歹 那就看卓榮泰院長跟韓國院長 兩位在這個方面 能不能夠找到一個比較緩和一些的處理 一件模式OK 那就看卓榮泰院長跟韓國院長 兩位在這個方面 能不能夠找到一個比較緩和一些的處理 一件模式OK 那好歹我們在國內是這樣 只是唇槍舌戰 不是像國外真的大家 那個到以來活力區的那種樣子 因為真的要關心的話 如果在國際之間最重要的局勢的話 看起來因為以色列 天輝我看明天報導 以色列說已經批准人對黎巴登的地面行動 所以真的要開打了嗎 對第一個我先講 黎巴登本來內部就很亂了 對南部來講的話是真主黨在掌控 對影響的以色列是北部 所以現在以色列是一個 一個理由不是藉口就是說 如果要讓以色列人回到北部安全的居住 他必須要進入到這個黎巴登境內 把真主黨全面肅清 其實說真的啊 現在真主黨大概已經快團滅了 為什麼 塞斯那個BB扣事情 然後加他對掌機的事情 他很多的事情 沒有任何通訊的方式 沒有通訊他們就集會嘛 集會又被F35炸掉 所以就變成說20多個將領全部都掛掉了 你知道嗎 他們這樣整個說有兵 20幾個將領 20幾個將領全部炸掉了 所以現在只能打旗號啊 對 大概只剩下兩位指揮官還活著啦 那其他的部分喔 其他的下面的阿兵哥也死了蠻多人的喔 所以說真的 現在他們已經開始求援了 跟誰求援 當然跟老大哥伊朗求援了 伊朗的精神理秀哈梅尼跟他講說 從精神上來講的話 你們已經獲得勝利了 伊朗是不動的 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覺得伊朗自己知道有限 而且可能以色列跟他講說 我大概把真主黨處理掉就差不多了 為什麼 因為你哈馬斯在加薩走啦 那個哈馬斯的時候 當時是以真主黨一起兩邊夾攻嘛 所以他一定要先修理完哈馬斯之後 再回頭去修理真主黨嘛 所以現在真主黨如果被團滅的話 我覺得啦 從政治上來看的話 在對黎巴嫩內部的政治 也是會有比較正面的幫助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來講的話 他就是中央政府控制不住的真主黨 那但是現在他的背後老大哥就是伊朗 但是伊朗現在告訴他說 我不會幫上忙 我不幫你忙了 然後所以從這種角度出發來講的話 我覺得會控制在地面部隊進去之後 然後肅清正主黨之後 然後退出 退出之後 交還給黎巴嫩中央政府 再去有效處理 不過現在你看到 黎巴嫩中央政府 都是什麼衛生部長跳出來 外交部長跳出來 說很多這個人道慘還的事情喔 但是我還沒有看到 這個黎巴嫩真正的頭 跳出來說譴責以色列 而且以色列現在內部來講 納塔爾夫 就是趁著美國現在在選舉的時候 我現在幹了一大票 不然的話到時候 你又擋我擋 擋東擋西的 事實上他也沒辦法 美國在這裡面到底扮演什麼樣一些角色 因為又有講說美國雙航母 又講說他的101空降師 是不是也要過去 他到底在這邊 因為包括黎巴嫩的外交部長 你剛剛講他們外交部長出來喊話 他外交部長喊話說 只有美國能夠阻止以色列 那現在美國到底扮演什麼 美國阻止的是其他國家動 對以色列動 不是說阻止以色列去動 其實大家想是反過來 現在美國進入到地中海 塞浦勒斯這個地方來 然後雙航母 都在制止說 如果今天以色列去動黎巴嫩的話 那其他國家 如果其他國家動以色列的話 他就要動這些國家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搞錯了 美國不是在幫其他國家 是在幫以色列的 那所以納塔爾夫其實說真的 他來硬的 他為什麼來硬的 你看這一趟他走到美國去之後 而且他特意跑到佛羅里達 跟川普見面 然後他想要的做的事情 其實早就跟美國打過招呼了 那伊朗這邊的話 也從美國這邊得到訊息了 所以大概他也知道說 整個戰事會局限在哪個部分 大概地面部隊進去 我剛剛提到的地面部隊 去肅清政主黨之後退出 因為土地畢竟來講 交還給他們 對是人家的 你除了戈蘭高地西岸 或者是加薩首長 才有可能以色列去站 那其他這個地方來講 畢竟還是黎巴嫩國土 他這樣站的話 在法律上也是不合國際法 所以基本上大概局勢 如果政主黨被團滅掉的話 我覺得大概就可以差不多了 OK 看起來那兩國真的是吃了趁頭鐵的心 這一次 他就叫硬幹到底 這一次就是這個樣 但是這整個來看的話 真的其他中東國家 都不會再發任何聲音嗎 就你為美國直接出來介入 好 除了這個以外 但美國最忌憚的大概也是 他也不想多面 譬如說中東那個地方 如果已經亂成這樣 台海這個地方 南海那個地方 千萬不能再這樣嘛 所以你看最近很多 包括日本包括紐西蘭 日本紐西蘭澳洲的軍艦 而且一直不斷通過台灣海峽 但是這兩天出現另外一則 因為老共一直嗆聲這一段嘛 他講他內海什麼什麼 但為什麼出現 媒體上報導 是有華爾街日報嗎 有華爾街日報 說老共真的有一艘 新的核潛艇 真的存在那裡嗎 華爾街日報 9月26號是這樣一個報導 是在武漢那邊 一個還正在打造的 可能叫做州級的 州級就是大洲朝那個州級的 核子動力潛艇 然後呢 結果在那邊呢 因為他們就看到衛星圖 那個衛星圖嘛 後面說他沉沒了 很多的調價 想要去搶救 然後呢 今天我們顧力雄也說 有收到相關類似的資訊 但是他沒有講細節 所以是不是有這狀況 那這裡面第一件事情是 中國其實在發展核子潛艇體 因為機敏嘛 對 所以他們以前在測試的時候 是在青湖 青海 所以他們確確實實是 在內陸 因為長江夠寬 然後慢慢的浮出來 是有可能的 然後第二個呢 這個州級的潛艇呢 特別的是 他是X字型的舵 X字型的舵 就跟我們的海坤號很像 跟那個日本原來的 那個蒼龍級很像 那個X字型的舵 其實不適合在大海裡面 長城走 但是在港灣或一些比較複雜的 海底地形 所以他在做這一艘核子動力潛艇 可能不是戰略型的核子動力潛艇 而是戰術型 類似美國海狼級的攻擊型的潛艇 所以他上面將來再撞的 可能不是什麼巨浪二 巨浪三 而是類似美國的巡翼飛彈 所以這可能會有這狀況 當然就代表著 中國在這個發展他們的力量裡面 有些技術還是需要突破 但是需要突破裡面 但是其實中國在展現的 就是拜登不小心美麗的錯誤 四方會談的時候 忘了關麥 對 忘了關麥 然後可以講這麼長 那個是故意的錯誤 那就是講中國在咄咄逼人 不斷在測試 那為什麼不斷在測試 今天中國又開始講了 他們殲二死會不會參加台海巡航 解放軍說隨時想去就去 你要回到的就是昨天 大家很關切的 四十四年以來 第一顆洲際彈道飛彈 打到了南太平洋 然後他到底是東風5 東風17還是東風31A機 還沒人知道 可是事實上呢 中國在釋放幾個訊息出來 第一個他有長針遠打的人力 因為射程是一萬兩千公里 第二個他刻意要講 裝了練習彈 裝了練習彈的 就代表那個彈頭的重量 還有所有的狀況 跟核彈頭很像 他的意思就是 我有核子攻擊的原力 第三個四十四年以來 第一次往境外打 而境外打是說 打中了預定的目標 他告訴你的是 我其實收集彈道飛彈出去之後 你要整個掉下來 那掉下來之後 他在境內一直試射 那是因為境內的 所有的地理天文資訊 他們都可以掌握 我可以打到南太平洋 一萬兩千公里 是境外 中國也有人力 掌握這個資訊 也有人力掌握這個資訊 所以他可以打到 然後再過來 還有一點是 中間其實你還是要一些 搖關搖側 你中間有時候有一些 那代表境外 也就是南太平洋島國 跟美國在競爭的過程中 也有一些他的協助基地 其實收集彈道飛彈出去之後 你要整個掉下來 那掉下來之後 他在境內一直試射 那是因為境內的 所有的地理天文資訊 他們都可以掌握 我可以打到南太平洋 一萬兩千公里 是境外 中國也有人力 掌握這個資訊 也有人力掌握這個資訊 所以他可以打到 然後再過來 還有一點是 中間其實你還是要一些 搖關搖側 你中間有時候有一些 那代表境外 也就是南太平洋島國 跟美國在競爭的過程中 也有一些他的協助基地 所以他就展現這個 南太平洋島國 我對美國來講 是進到太平洋 西太平洋裡面叫生命線 他不可能繞大一大圈 所以他其實是威脅美國 威脅美國的同時 再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上週三之前 三艘中國航母 通通出海 他其實就是告訴美國 我的區域拒止反介入 我已經行程 那如果已經行程之後 我就關門了 所以以後台海這邊 你美國的航空母艦 你不敢來 我殲20要來就來 可是美國怎麼講呢 美國呢 現在不是做了提風系統 上次跟菲律賓賽白賽 那提風就是 等於把那個一些中層的飛彈 直接用車子走動 其實他們現在在做 新的一個實驗 是用洛馬 他現在已經放到船上 放到船上 然後因為你本來這些飛彈 如果你是在打的時候 你要打出去有震動 放到船上 最麻煩的就是處理震動問題 已經處理好了 因為船一定不會像陸地上一樣 對他已經處理好了 那就意思是什麼 那美國就說 好我知道你有區域禁止能力 我知道你可以讓我的航空母艦 不敢靠過去 但是我有更多的武器 我可以直接打過去 包含是雷神公司 最近在demo一個影片 大概兩年後 F15 F18 F35 他們以後呢 湯姆克魯斯是失業了 因為他們的飛機 就是飛行員就坐在上面 然後各地起來的無人機 無人機去作戰 他們只是在上面 所以他們克魯斯呢 只要在上面按 按平板這架飛機去 這架無人機去 這架無人機去 所以美國面對這個狀況 也告訴你的事 大概美國承認 區域禁止 反介入中國這個實力 他某種程度發展到一定 發展到程度 但是美國也在準備突破的方法 OK 整個來講的話 當然你說在武器競賽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會希望 這個武器競賽只是單純一個競賽 他真的會變成 如果在戰場上面 真的要變成殺人那些武器嗎 那當然在政治上面來講的話 政治一定先於軍事 大家就來看說 那政治上台海 那是不是能夠全黨化開 還是真的會兵充戰危 這樣一些情形 可是我們自己 當然要做好自己的一些準備 一夫可不可以問 大概一分鐘告訴我一下 為什麼賴清德在前兩天 賴清德總統在就是我們 有一個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對 那那個委員會討論 當然就講說 我們拿全社會這些防禦 但他在那裡面講說 我們不會簽兩岸和平協議 為什麼在那個場合裡面 特別要講這件事情 當然一件事情 和平協議的問題 因為這是很敏感 和平協議對台灣來 非常敏感 我們過去都提過很多次 那和平協議連馬英九 當時曾經講過一次和平協議 馬上就改口 那金服從反對 馬上就反對了 因為大家都提過很多次 歷史上 共產黨跟人家稱 簽和平協議 最後都撕毀 那和平協議算不算一個暫時性投降的協議 這個這個在綠營裡面可能會被解讀說是 你是不是暫時性的投降主義 否則你要用什麼對等的地位去簽和平協議 那一定會被壓迫 所以他說他不簽嘛 那當然 在那個防衛協議 全球那個社會防任協會議裡面 我都已經準備在民房要培訓40個 包括義消啦 包括替代疫啦 疫情啦 民間團體啦 他做的事情其實 概括五個項目 概括一個就是後勤資源啊 設備啦運啊 醫療啦等等 後勤資源厚使我們的 民力嘛 那就是權動法裡面的一個法律依據來源嘛 這個就告訴你說我 不妥協 我全部連人民的力量 我們現在開始都要進行培訓 甚至於在明年3月 就訪我們的今年的漢光 就是沒有劇本的演習 到明年的時候要跟漢光閒節先導演習 也就是我們的後勤可能是 你要演習前的運輔什麼一大堆 他就是一個民力的一個展現 那你說做到這一步 不就是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以後 民力擔任那個後勤的啦 所以在政治意識上面跟傳達的訊息上面 都已經很明確就是我們 這是一個自主的國家 我們不會降低 國格去跟你簽任何東西 OK 來林高三次老 你覺得賴總統宣布 在主動講這一塊 對你們尤其對國民黨來講會怎麼看待 因為基本上國民黨他 我們的立場當然是兩岸要和平相處 要對話交流 但同時的我們也要發展自己的國防 這本來就是應該這個惡滴過去的戰略 但是像今天這個內政部長 劉四方出來講說這全民這個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基本上他在民防法裡面有防護團的救災機制 那在中央跟這個縣市跟鄉鎮市民 要加強橫向跟垂直的整合 意思是基本上連劉四方都覺得 有哪一些是疊從嫁屋的 哪一些是獨立出來的 其實在未來面對戰時的指揮系統 必須要更清楚 否則大家會無所適從 OK 來波 我想這個和平是要靠實力 不可能是靠一張紙 那過去這個中國簽和平協議的這個 陰箭斑斑 幾乎都是簽了就 簽了就打 簽了就做反向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增強我們的實力 然後建構我們的民防 然後特別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新防更加的重要 大家這樣子就有堅強的實力 有堅強的經濟力量 我相信台灣就可以長久的這個幸福存在 OK 那兩岸之間未來到底會怎麼樣 是不只是我們關心的一個重點 全球大概都關心在這一塊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的話 那自我防衛非常非常重要 那國內政壇來講的話 柯仁哲主席這個案當北檢一直不斷 這麼密集的提訊相關的一些人 會不會真的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會做出任何決定呢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週見 拜拜 跟我們下週見 大視刻